台灣是禁士王國 你也是有貢獻的 是 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們全家都是貢獻的一部分 我們全家都有禁士 所以我嚴重的懷疑 我的禁士應該是一種 我爺爺 我奶奶 叔叔 堂妹 表妹 媽媽 爸爸 弟弟 阿嬤 全部都禁士 無意倖免 真的 那你從幾歲開始 我從國小三年級 才十歲 十一歲 我一開始是假性禁士 那我以為點眼藥水就會好 結果沒想到點了 不但沒有好 反而就是 因為點了之後好像會有一段時間 會有點看不太清楚 所以導致我那段時間很排斥 就是戴眼鏡 點眼藥水 所以造成我的度數 極具的惡化 你幾度 大概幾度 我去治療之前我的度數是800度 然後還有閃光的部分 所以方載度高度近視加上閃光 對 你知道那個鏡片我已經選最薄了 然後還是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戴久了 我的頭啊 有一陣子很常偏頭痛 但我查不出原因 但後來去做了雷射之後 我偏頭痛的改善 我才發現原來是近視的問題 就是近視的問題 壓在你的鼻樑跟壓在你的後腦這邊 至於術後的恢復 現在新的技術恢復的速度是蠻快的 我們可能術後大概會有四五個小時的異霧感 眼睛比較不舒服 但你只要閉眼休息 過了這段期間 到晚上 當天做完晚上 可能就已經可以恢復六七成的狀態 那隔天睡醒通常大部分都是正常 那麼術後還是會有一些小小的併發症 比如說肝眼症 但是現在新的技術 術後的肝眼症已經不是那種永久性了 通常是前兩週比較肝 那麼在恢復的過程 隨著我們角膜的感覺 神經逐漸的恢復到術前的狀態 那你淚水的分泌量就會逐漸回升 最後可以跟術前是沒有什麼差別 至於可能會有一些炫光 這個發生率不高 但通常是夜間瞳孔比較大的人 比較容易在晚上出現一些炫光的問題 那麼這個其實在術前的檢測 我們就可以看每個人的夜間瞳孔的大小 如果比較大的患者 只要你角膜厚度足夠 那麼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可以把治療區域再加大 那麼就可以大幅度的減少 術後發生炫光差別就是速度 以前可能你要打一分鐘才能打的度數 現在十秒鐘就可以完成 光是在這個時間的差別 我們那個角膜乾濕度的變化 就會影響我們術後的度數的精準度 那再來就是你皮拌的切割 新的技術 我們切得更平滑更平整 傷口比較不會藕斷失聯 這樣子的好處也是跟你的術後恢復速度有關 有關 新的技術 我們甚至剛剛有講 你當天做完 白天做完 好好休息一下 快一點的話 甚至很多人晚上就可以回復症 因為我從小就進士 那我小時候 我媽媽帶我去的第一間眼科 就是大學眼科 所以我的印象中 大學眼科就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一個專門for眼睛的一個醫院這樣 所以我第一印象我就會想說 我想要去大學眼科做衛生 那術後有什麼樣的感受 就是對於精神的射手術的部分 術後的一個月 我的眼睛會感覺到稍微比較乾澀 但是醫生說那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的眼睛有傷口嘛 那傷口在癒合的過程中 你的淚腺啊神經都還沒有長回來 所以眼睛會乾澀是正常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配合一些 濕潤眼部的眼藥水這樣 但我到現在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了 就是沒有任何乾澀感跟異物的問題 可以說是非常的OK 可以簡單說一下之前的困擾 就是戴隱形眼鏡 之前戴隱形眼鏡的困擾就是 因為我們工作時數比較長 然後隱形眼鏡醫生一般是建議 只能戴八個小時 但是我們一天工作不可能只工作八個小時 有時候甚至到工作十二小時 二十四小時都有可能 那那個時候我的困擾是 我必須要戴很多副隱形眼鏡在身上 只要一不舒服 我就要把眼睛現在這一副拆掉 拆新的戴上去 就是一直會很擔心 出門的時候會想說 啊我今天有沒有多戴隱形眼鏡 或是我今天有沒有 眼鏡有沒有戴在身上 我不舒服的時候有沒有東西可以換 讓我眼睛可以看得見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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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